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著喬 我是鮑勃 我是偉恩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下東京下雨天 也能夠玩得開心的好地方喔 現在到了Joy4三支輪商店街 三支輪的商店街是屬於比較年長者來的地方 所以這邊整個給你還蠻復古的感覺 有一些很像台灣傳統市場的小吃喔 這邊因為是有屋頂的商店街 所以就算是下雨天也可以放心的在這邊逛逛喔 由於距離上也不遠 所以是很多旅客圈的住宿的地方 像是後方這家Hustle 超好吃的 商店街的串燒真的非常的道地 這邊有咖啡店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 這也是東京車站不只是一個轉運站 這邊的地下街超級廣大 可以在下雨的時候逛上一整天喔 這邊是丸之內Granstar 有勁擺家的服飾店跟餐廳 黑平橫廳的餐廳看起來超高級的 穿過了黑平橫廳 我們來到東京站一番街 臺灣Youtuber必來的 有蛋要下風 好可愛 這邊是東京拉麵街啦 在我身後就是拉麵街所有的名店 總共有八家 這邊是東京國立博物館 這邊是東京國立博物館 有點像在台北的故宮 也很適合下雨天的時候來看喔 這個區域有非常多個獨立的展區 所以逛上一整天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推薦來日本 我的朋友可以體驗一下不同的景點 來這邊逛逛國物館 吸收一點日本的歷史 我們現在到了距離新路 只要30分鐘車程的南大澤戰 我們來逛逛山景的Outlet Park 在Outlet逛街的好處 就是有無言不害被禮止 這個Outlet呢 基本的精品的廠牌 然後還有一些運動女生的牌子 在日本很受歡迎的Beams 在這裡也有Outlet 這邊還不像清景澤或御殿廠 這麼觀光客熱門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悠閒的慢慢的逛 以上就是四個東京下雨天 也不用怕的行程 我是鮑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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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見 掰掰 掰掰